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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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下二十六岁 怎么就这么下不开呀 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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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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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露也可能是你推下楼的 然后你嫁祸于我 来继承我的财产是不是 我告诉你 刘言 我奉人美不是那么好玩的 你还想欺负我吗 还想玩我吗 你想跑啊 我跑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是觉得李梦露死在楼下 住在这里已经很不吉利了 报告局长 死者李梦露 昨天晚上刚刚获得了大上海三西影后 然后他从他住的十二楼酒店调了下来 脑浆泵裂死了 但是他的下身也有大量的鲜血 我们正在调查中心 是跳下来还是掉下来 跳下来就是自杀 掉下来的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自己一不留神掉下来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人推下来 那就是他杀 目前自杀的证据比较足 有人目睹他 他是掉下来的 是 局长 我要求对整个大饭店进行封锁调查 好吧 马上行动 走 对不起 等一下 你是电影演员风珍 bases 是 怎么了 你也住这儿 这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情况怎么样 我是第一个进来的 我们来的时候门是续远着的 注意收集证据 好 师傅 发现一杯安眠药 情况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调查 这个大明星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呢 他有自己的华原洋房 有自己的家 这你们可能就不清楚了 这是上海滩 上海滩的许多社会名流 名门望族 还有当朝政要 都习惯包租这个饭店的房间 上海滩当红的女明星 格星 著名的舞女 也都是这个习惯 女人们靠的是男人 而有权势的男人 为他们包租好的大饭店 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这可是上海滩顶级的大饭店 不是一般人能包租的情感 局长 又发现大脸安眠药 安眠药 很明显啊 又是一起自杀 你们说这电影明星都当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自杀呢 这也怪了啊 这上海滩的明星 自杀成风啊 你们看 经我手上这已经第三起了 前年是那个叫爱霞的明星 去年是阮明玉 今年是民国二十六年 是这个李孟露 凤天啊 你是我的徒弟 经你手的案子已经上千个 说出你的想法 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 阳台的门确实是打开的 房间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 又没有搏斗的成绩 从现场看的确是自杀 这似乎也符合明星艳势 或者是人言可美而造成的 习惯性自杀 但是 我要说的是但是 我们在李孟露的尸体上 发现他的下身有大量的血迹 这个是非常的奇怪 至少来说我们之前没有碰到过 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你们想啊 从这么高的楼上跳下去下身出血 很正常 局长 我们还是等等法医的鉴定吧 我请求对全楼的住客 进行一次全面的登记调查 不行 动静太大了 局长 光就这个门虚掩着来说 一定有人进来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凶手 至少他看见了李孟露死之前 或者是死之后的情况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地有帮助啊 我觉得 能到这儿来探望李孟露的人 可不是一般人了 什么意思 他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 这么高级的大饭店 不是谁想来 就能进得来的 我相信我多年的经验 自杀现场拒绝采访 我是记者 你们 我是记者 小姐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记者 把他杠走 别别别 你听我说 我有线索 真的 我有线索的 你有什么线索 不是现在这些记者都疯了 什么话都敢说 哪来的线索 有什么线索 我告诉你 自杀就是自杀 明星喜欢自杀 自杀也喜欢明星 知道吗 把他杠走 我 我真的有线索 喂 你们 你们怎么都不 你是哪家报社的 你好 我是新闻报的 我是过来采访 李梦路死亡事件的 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这个酒店的常客 他们都认识我 就让我进来了 这是我的名片 对不起小姐 我们这儿 不接手采访 请你离开 老朝 请他走 好 你们 你们 对不起小姐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等一等 你让我跟你们探长 说几句话 对不起 我们探长已经说了 现在不接受采访 你还是先回去吧 喂 这是我大学毕业 第一次采访 第一次采访 就被你们赶走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喂 你们 你们怎么都不 我 你 你们 怎么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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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自杀 李慧如死前后一句话 太阳灿烂灿烂地升起来 我要混沌混沌地睡了 来 每张报纸 才永远睡着着的李懵路 我让报纸 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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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婚姻 没有孩子 师父 结论已经出来了 是自杀 买报 买报 兵案必破 是我们侦探的天职 对不起 我有事情 那不行 我 我的包厂时间还没到 我退钱给你 桑天 是你呀 知道吗 你忘录死了 我看报纸了 太可惜了 你是为她的事来的 之前你跟我提到过她 你觉得像李懵路这样 如日中天的人 会自杀吗 你怀疑是她傻 李懵路是她舅舅把她 从青岛带到上海的 她一到上海 就进了大都会办的舞蹈学校 她的悟性很好 很快学会了各种交际舞 然后就领了舞女的营业执照 她很纯洁 从来不和舞科出去玩 跳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有一个叫刘孝荣的电影颠导 到大都会的实景拍一场戏 是她发现了李懵路 刘孝荣 一个电影颠导 就是这个叫刘孝荣的 叫李懵路去明星剧社和电影场 去当演员的 然后李懵路就离开大都会了 在她离开大都会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出名了 然后就有了上海滩 最豪华的摆了门舞厅 我就转到摆了门舞厅了 那之后 你们俩有没有见过面呢 见过几次 不过都是在交集场所 交集场所 什么地方 上海滩七雄大亨的私人派对上 或者是十里洋场 阔少爷们办的舞会上 我和李懵路没有什么深交 但是我能感觉到 她很反感当舞女这段历史 当然了 当电影明星 不知道要比当舞女风光多少倍呢 不像我们 天天被各种男人搂搂抱抱 吃豆腐 当电影明星 就是做人上人 我们虽然也赚钱 但赚的是舞技和身体的钱 李懵路在上海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景 他有一个舅舅 好像是得伤寒死的 那 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呢 这么多张 李懵路在上海 我贴口 就这么多人 他有一个案子 你总好 四日空 师傅 局长刚打来电话 让你去到办公室一趟 知道 师傅 三天 接案报告出来了 好 你看一看 服用大量安眠药 自杀死了 自杀 毫无疑问 是自杀 局长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整夜 我觉得李梦露的死 有疑点 这个疑点之一呢 就是那个虚眼的门 门为什么是虚眼的 难道李梦露 是在等什么人吗 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这个人 和李梦露的死 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想 一个万人瞩目 光芒似射的女人 难道就这么轻易地 奉弃自己的生命吗 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 还有案子 一定要查下去 李梦露的下神出现了 我怀疑 他是不是生前有了我生育 之前我们查过的类似的案子 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 这是第一回 所以 我在想 天天晚上你说的话 不正确 摔下去 并不一定就是说 他会蹊跷那么些啊 那你说说吧 你准备怎么查 首先第一点 我想 亲自查一查 李梦露是否怀孕 我要求对李梦露的尸体 进行解剖 不行 绝对不行 是否怀孕露 杀天啊 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 已经死了 你还不让她得到安身吗 如果没怀孕怎么办 你怎么向她的家人 还有她的影迷们交代啊 她的影迷 说不定会把我们警局 砸给吸把了 我不能冒这么大的险 伤害的局势现在很微妙 国家的形势也很微妙 不能再惹事端了 既然解剖要冒这么大的险 那么我们还是要查一查 他之前有没有看过医生吧 这个可以查 第二件事情 从他的周边关系开始 对他身边的所有的人进行一次排查 尤其是近几年和他接触过 尤其是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 更是要查一查 第三件事情 李孟露死亡的现场白老回大饭店 我们要反复地勘查 对所有住过大饭店 尤其是近期住过大饭店的人 我需要一份名单 三天 我给你提个醒 你并且宣领了命 临死前才写了遗嘱 遗嘱上只有三个字 李孟露 你想想吧 李蒙鹿身后的水有多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更得查个明白了 三天 你干了这么多年的探长 怎么还是那股的冲劲 好吧 你可以查 谁让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呢 不过 你必须得听我的 我先给你定一个调子 这个案子可大可小 这是第一 第二 有什么任何线索 必须及时向我汇报 不得已满 你还年轻 不怕砸了自己的饭碗 我得靠这个饭碗 养活我的一家老小啊 知不知道 我明白 你去找 李蒙鹿你听说过吗 大明星谁不知道 他有没有来你的医院看过病 没有见过 大明星李蒙鹿你见过吗 没见过 但我看过他的电影 你知道李蒙鹿在你们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又两个多月了 那都有些什么样的人常常来找他 他是个大明星 很忙 找他的人也很多 再说 他的交际很广 很多事情 我们确实说不清楚啊 李蒙鹿可是大明星啊 真是死得太可惜了 那么年轻漂亮 他怎么就跳楼了呢 他以前还来我们医院常来看病 出事前的一个礼拜他还来过我们医院 戴个墨镜包个大头巾 我是在门前走廊看到他的 你知道李蒙鹿去哪个科室了吗 不知道 曼璐 我要写一个剧本 要写你的死 你的死和豆娥一样 是天堂的冤枉 我要让你的灵魂安宁 我要用剧本为你招许 要让人知道 你是不是自杀 我知道你的理想 我知道你对生命的渴望 你是不会自杀的 你跟我过来一下 你跟我过来一下 你是谁 您刚才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 我在悼念我的朋友 您是个编导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提到剧本这个字了 你叫什么名字 本人刘笑容 您就是刘笑容 李孟露就是您推荐他到电影圈的吧 当初你在大都会拍戏 是的 我发现了他 本人已经为李孟露编导了五部电影 还为他写了两部舞台剧本 现在 我要为他写最后一个舞台剧本了 他却不能参加我们的演出了 您很了解他 岂止是了解 那你们的关系很深 李孟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太阳灿烂灿烂的升起 我要混沌混沌的睡了 我要睡了 回去睡觉 痛苦的觉 你喝酒了 什么太阳升起 什么睡觉 你要喝谁睡觉 你永远不能理解 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话 报纸上刊登过 是李孟露最后说的话吗 你在什么地方听见呢 你是个侦探 可你有什么用 没用 你叫我等会儿 我没有违法 你也没有证据 我要睡 我要睡 我要混沌混沌地睡 我要睡 你站住 我要睡 你站住 你站住 我発情 我一路 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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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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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孟露来看病 是因为她怀孕了 怀孕了 李孟露 那她应该快复刻呀 更不会到我这里来了 你等等 我会给你走的 我警告你 我不回去我对你不客气 你搞错了 我们好像之前就见过啊 我不知道 何医生是不是常常去白轮门啊 有一次我看见你在白轮门 和一根舞女拉扯着 正好被我碰见 咱们俩见过两面 还有一次 也是在白轮门 看见我罗探长也是常去白轮门啊 是我去过 因为我是个单身 也是个五迷 李孟露是常常来我们医院看病 她来找过我 看过皮肤科 李孟露死前一个礼拜 有人目睹她到你们医院来看病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没有听说过 我看见她是迎接过来的 她从我身边走过 然后就从这里拐弯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倩倩 你确定你看见的就是李孟露 探长我发誓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即可检查医院所有的医疗登记 李孟露四个月前来过 试看咳嗽 肺部略有感染 这里还有 李孟露六个月前来过 试看发烧 身体温度偏高 都是内科 还有一年前 李孟露来看过病 是腹泻 上面记录李孟露吃了不节食物 李孟露看的还是内科呀 再接着掌 再找 车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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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也没看见有个女孩在你边 这女厕所里当然有女人了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警察 麻烦你放个娃 看看里面还没有人 行 不好意思 里面没有人 好 好 李梦露还躺在这儿呢 那刚才你在医院看见的女孩子是谁啊 老汪 我想对李梦露的尸体进行解剖 解剖李梦露的尸体 有没有局长的批准大 办个忙 行个方便 李梦露可不是普通人大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如果没有局长的命令 你就是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三次解剖 李梦露的尸体 什么时候转移到殡仪馆 按照我们局里的规定 要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前 李梦露到寄人医院看病的事 看来站不住 是不是那个叫王倩倩的女护士 看错人了 和李梦露认识的医生 我们都查了 都说没有见过李梦露 李梦露 让我们去李梦露家 找到李梦露的家里面 一定有他一个礼拜看病的病历 找不到那个病历 我们就能证明 他是否是怀疑了 进而进一步加大 他不是自杀的可能性 李梦露 我为你 买 给他 他不是 窗台上有脚印 赶紧打电话给距离 即刻派人来 是 报告楼探长 屋子搜了个遍 没有发现李梦露的病例 也没有任何李梦露怀孕的证据 李梦露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我们已经登记在册 进屋的那个脚印取证了没有 取证了 窗台上的 客厅里的 包括楼梯 卧室及厨房 全部取证 以这里为中心方圆三公里 进行全面的搜索 要送你接到的拐脚 以及垃圾箱 特别要注意被扔棋的指靴 和被扔棋的婴儿用品 行动 是 行动 至少 自己给扔棋 他在区别人 是 这小背心 是在衣服里外的垃圾箱里找到的 这是在垃圾箱里找到的 这是在邻居家的门口找到的 这是一套衣服 这就说明了李朦胧的死 不是那么简单